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核武邻国的关系紧张 今年9月 喀什米尔地区印巴交界处的一个印度军营遭人袭击 导致19名士兵死亡后 两国关系更是继续不恶化 印度方面指控 这是盘踞在巴基斯坦的武装分子所为 但伊斯兰报否认 形式开始先把弩张 最终演变成双方在边境交火 在最新一轮的炮火中 7名印度人星期二在巴基斯坦控制区 遭排击炮袭击致死 综合两国过去几轮的袭击数据显示 喀什米尔边境最新的炮火 至今已经造成至少19人死亡的悲剧 以目前的局势看来 两国人民要求的最基本安全生活环境 至今依然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飞煉的险依然是一个光杆 一直染在破口 甚至三国人尔边境 最新的险阅